欢迎收看台湾最前线 我是许中江 中国武汉肺炎疫情不见趋缓 湖北昨天又确诊增加4800多例 死亡是增加116人 可疑的是武汉雷神山附近 昨天惊传巨响 很多地方居民听见这个就狂叫了 包括门窗地板都在震动 但是当地的政府部门说 没有发现或收到任何事故通报 一切正常 真的吗 到底是什么东西爆炸 而北京发布战时状态 要求共产党员无条件服从 这是在防疫还是加强控管 中国网络最近有一篇文章 叫做重征为什么亡国 引发高度的讨论 结果就被删了 原因是什么 影射习近平吗 这疫情严峻到警民冲突越来越多 公安的手段是非常的强势 有人疑似断井惨死 现在中国社会是乱到什么程度 所以滞留当地的台商 台湾人急着回来了 小民的爸爸们写信给蔡总统求救 说快崩溃了 希望回家 在台家属也到陆尔会抗议 第二班包机何时成行 马英九说 不要让民粹碾压人权 歧视凌驾人道 但是滥情会不会让防疫破功 钻石公主号情况也是越来越严重 又有台湾乘客确诊下船入院 日本防疫慢半拍 神奈川一名老妇成为日本的死亡首例 他开继承证的女婿也确诊了 但是国人最近也都到日本去旅游 没有设限呢 会不会成为防疫缺口呢 台北市居家检疫啪啪噪 单日开罚六人新高 但是只罚个几万块 对照北韩官员违反隔离令 就立即枪决 那台湾要不要加重罚则呢 武汉肺炎这个名称是有歧视吗 WHO这个改名台湾是不甩 中国媒体气炸痛骂 那今天是情人节 但是气氛好像是受到这疫情的影响 全台的产业包括这餐厅夜市惨兮兮 人潮都少了五成 纾困方案效益有多少呢 今天我们节目中都有深入分析 先叫来宾在我右手边 第一位是前卫生书长 图醒哲 大家好 在政治评论员汪建民 大家好 还有资论媒体员吴国栋 中江河 大家好 再来是国民党 台湾市议员王建平 中江达民 政治评论员李正浩 大家好 资论媒体员林玉慧 大家请人节快乐 资论媒体员王瑞德 中江河 大家好 我们先来看 这湖北武汉 频频传出这医疗物资短缺 医护过劳的问题 那现在呢 更传出许多医护人员 都被感染 来看比赛 武汉肺炎疫情一发不可收拾 重灾区湖北省武汉 确诊和死亡人数不断跳增 如今就连治疗患者的医护人员 也自身难保 被感染反乘病人 这名在武汉医院工作的护士表示 自己的肺部扫描显示感染了武汉肺炎 而另一名感染后已住院的护士 更指出自己住的那层楼 几乎都是已染病的医院同事 医护人员也表示医疗物资严重短缺 甚至还有人贴出 医护人员得要拿垃圾袋当防护衣 或自制口罩的照片 上肺炎战场抗疫 却缺乏各种装备 医护等于天天曝露在被感染的高风险下 专家更指出 比起照顾重症的医护 一般医护更危险 武汉疫情严重 中国政府更是喊出一审包一室 抽掉其他省市医疗人力到湖北 就连解放军13号也在征派2600名医护人员持员 然而官方公布的湖北医护人员数 比确诊病例数多不少 令人质疑是否院内感染情况太严重 才要抽掉更多人力 而这些空手上战场的人力 是否又会像那些倒下的医护人员一样 有去无回 也引人担忧 我们看到中国湖北武汉的疫情恶化 失控仍然持续当中 那昨天又确诊增加了这个4800例 前天我们说12号是一下子一口气 这个暴增了将近15000例确诊 那13号增加4800 死亡人数也增加了这个100多人 那我们看到是连医护人员 因为防护不够的情况之下 也都染病 所以现在医护都要被妥移书 所以现在武汉的状况 到底是发生什么样的情形 特别是昨天又传出巨响 很多的民众就听到了 就狂喊 因为包括门窗地板都在震动 我们来看VCR 来看看当时情况到底是如何 这都飞着 这都飞着 好这个爆炸声响的湖北的武汉 这个附近的民众都听到声音了 但是官方怎么说 我们看到这武汉市的公安消防局说 都没有接到相关事故报告 那也说一切都正常 那也让人怀疑到底是什么东西爆炸 我先请到瑞德哥 现在湖北的情况到底是有多糟 怎么会事情这么的多呢 湖北省政府说 那么怀疑是运送相关物质的飞机 所产生的音爆 各位不知道有没有看过超音速的音爆 如果没有的话 马上上Google大神 去那边看一下 什么叫超音速的这个音爆 当超音速到音爆的时候 它会产生一个 有点像那个时光机这样一个圈圈 然后过去的时候 砰了一针大很大的声音 请问你刚刚看到的影带里面 有出现我刚刚说的一些东西吗 还有只有超音速的战斗机才会出现音爆 请问你刚刚有看到超音速的战斗机吗 没有啊 运输机如果能够达到音爆的话 那真的是不得了的事情了 你知道吗 所以刚刚那一声听说在100公里外 都能够听到这个声音 100多公里外都能够听到 你又知道那个炸离很近的话 那门窗都晃动 那最诡异的是湖北省政府竟然说 那没有接到任何的通报 消防队员也没有接到失火还是什么 一开始说是可能是气爆 就是用瓦斯不小心爆炸这样 后来又说没事 没有接到任何的通报 没有灾难的通报 没有什么还说是飞机的 因为欲盖迷彰 所以才更可怕 到底什么东西爆炸 不知道 所以呢开玩笑 台湾的网友马上在第一时间就讲了 会不会趁这个机会 用湖北跟武汉的所有的 那么政府书记全部都换掉了吗 会不会趁这个机会啊 把P4实验室给炸了 很简单啊 有人都在开玩笑这样讲啊 就有可能死无对证 因为没有人知道到底发生了什么事 但是发生了一个大爆炸 那个声音是很大 但你就不解释那个声音是什么 刚好在武汉嘛 那你刚刚看到很多的运输直升机 这样过去 很可能就是运相关的人员 军方的人员过去嘛 那从这个地方也看出 共产党的冷血跟处置事情的 这个等于说 迟缓 没烧神经麻痹症候群 你什么意思 阿公为什么没走 因为你脚弱了 打下用锤子打下你的腿 过了十分钟后 哎呦才会叫 第三个礼拜啦 武汉封城第三个礼拜啦 这个时候你才想到 调派全中国各省的医副人员 然后支援大量的支援 包括军中总共现在听说一去 全部支援起来是四千多名医副人员嘛 之前有调派广东的跟哪里的 那不够啊 武汉为什么今天 为什么武汉跟湖北的死亡人数会这么高 每天吓死人几百个人在死啊 不是因为这个病 这个病本来就无药可医嘛 可是你看到全世界在国外 日本死一个80岁的对不对 菲律宾跟这个香港啊 现在有三个死亡案例 但全世界已经有好几百个案例 只死三个 你武汉跟湖北死这么多人 这些人很多都不应该死的 因为如果你给他好的 足够的这个医疗相关的照顾的话 他就不会这样嘛 那我们要知道一件事 今天包括之前湖北实验室的 这个张湾区已经这个占管了嘛 今天连校感室的云梦县也占管了 今天今天 今天是情人节 本来是一个很开心的日子了 不过不是情人 不是爱人无情 是疫情失控 为什么 今天凌晨 情人节到的那一天 凌晨零点零零零分开始 上海整个像铁桶一样围起来 本来是软 软封城 对不对 今天是像铁桶一样全部封起来 是 为什么 所有的公文 我们都可以看得到 为什么北京现在直接下达了 这个暂时的状态令 你知道吗 任何一个人不守规定的话 共产党全部开除 然后呢 如果是有党值的话 有公职的话 全部这个等于说 几乎都会接近免职双规 为什么 就表示一件事 他失控了 疫情失控 所以因为他失控 现在必须用样板 我不相信那个什么方昌 你们三十几个全域出来跳舞的 难道因为你们在里面跳大妈舞 所以方昌那种 那密闭是大空间里面彼此传染 咳嗽声此起彼落 那卫生环境那么差 结果你们都好了 是 我不相信 对 所以表示中国的疫情 非常的严峻 而且从第一波 第二波传染的人 其实到上个礼拜 该发作都发作了 现在他们都怀疑 第三第四第五波 不断的扩展出去 所以没办法 只有采取一个办法 一个办法就是 把你们都扣在家里 扣在房子里 不准出来 另外一个办法就是 闭上眼睛就以为看不见 捂住耳朵就以为听不到 所以用党的机器告诉大家 现在疫情都全部控制住了 所以确诊的案例越来越少 死亡案例越来越少 各位有没有发现一件事 他为什么突然间肯承认 确诊人数变多 我告诉各位 因为他永远把那个数字 控制在死亡人数只有2%多 这个应该才是他真正的目的 现在看起来中国的疫情 已经是全面失控 连医护人员恐怕都自身难保 只说为什么这些 医护医疗的资源 会不够 我稍微请教图书长 我们继续来看 因为刚刚说的那个大爆炸 正好这个部分 这个大爆炸恐怕 就让人觉得很起疑 是不是有鬼 特别官方说一切正常都没有事 那就很奇怪 在这个敏感时刻 到底是焚尸炉爆炸 还是运送物资的飞机掉下来 或说这个P4 武汉的病毒研究所 干脆把它炸掉 免得到时候会被找到证据 其实大陆说没事 通常都是有事 所以大陆官方 官方也是官方反过来讲 那我不确定这件事情 跟我接下来要谈的事情 有没有高度相关 可他的时间点是一致 而且内容可能吻合 昨天除了武汉市发生大爆炸之外 还有个新闻 让大家都蛮害怕 他说习近平再度派了解放军到武汉 去支援武汉的疫情 乍听之下很正常 因为之前也派过解放军去支援 可是他的解放军的军种 他派了什么 陆海空还有联勤部队 这些都正常 可有几个军种让大家觉得害怕 第一个火箭军 第二个战略支援 战略支援部队 第三个是运二十也出动 为什么这三个 火箭要做什么 对 第一个火箭兵 跟战略支援部队 第一个火箭兵 大家顾名思义 他跟救援就没有关系 他是镇压用的 火箭军跟战略支援部队 他是在二零一五年 特别成立 我强调特别成立 专属于中共中央军委 简称习近平的私家军 专属于中共中央军委 因应下一个世代战略的战争 的部队 等于是御营军 禁卫军 而且火箭军是什么 地面战 战略支援部队 他的内容是电子对抗 网路工坊 还有卫星整理 简单讲叫信息战 就是如何在网路上做工坊 封锁消息 讲白就这样子 好了 这个时候运二十在坦克用的 运二十从来没有投入战略 战争以外的战场 这是第一次投入非战战场 所以好了 当昨天同时有真正属于习近平的 战斗部队 到了武汉 配上这个爆炸声 能不让人害怕吗 能不让人起疑动吗 有没有可能是火箭军在试 有没有可能 你他 试火箭 对 他部队开把刀那边的时候 是不是要预演 确定他的装备都OK 有没有可能是在试火箭 有没有可能是在预演 但是支援疫情搞火箭兵进去 太离谱 我有特别对比 对不对 我先讲后面的原因 我先对比 我先对比 其实本来就是台湾救災 军人也都会 军人本来就会支援 可是一月二十号 那个时候解放军 已经先派过一批 可是那个时候军总 我看起来就正常多了 他说他派陆海空三军的军医大学 里面的呼吸科 感染科 还有军医系统 以及 这合理嘛 对 以及解放军的陆军 因为有些要做苦力嘛 对不对 我们一般比如说 我们在救災的时候 也都是陆军出动 对不对 苦力解放军陆军系统 到现场盖方舱医院 跟雷神山火神山 这就是合理 可对比这次的军事调动 再想想看武汉当地 是不是官员都在反 是不是人民 因为李文亮的事件 都在吹哨子 还要发动就在今天 二一四武汉自救活动 也就在今天 所以整体武汉的氛围是这样的 官包含周先旺 在央视直播的时候 敢直接甩锅 是因为中央没有核准我 所以我不敢做事 武汉当地的官媒 汉王 可以公开帮周先旺喊冤 他下个大标题说 应该帮武汉市长暖暖心 在当武汉当地官已经在反了 人民因为李文亮事件 半夜九点开窗户 一起吹哨子 大喊狗官道歉 狗官下台 今天还要发动二一四武汉自救活动 所以整个武汉的氛围 官跟民都是在反的状况之下 有大规模的武装解放军 而且我要强调 他是专属于习近平的禁卫军 开拔到武汉 配合到这样的爆炸声 你难道不不不觉得 觉得当中有关联系 当然会有关联系 你不含心吗 武汉已经进入到准战时状态 我觉得不可思议 我学军事的火箭军 其实就是以前导弹部队 不是 是二炮 二炮跟导弹结合在一起 那跟防疫有什么关系 他派如果说照这个 刚刚我们郑昊兄所讲的 他派火箭军去的话 导弹跟二炮他的什么装备最多 除了导弹 飞弹多之外 还有对台湾的导弹也多 还有二炮 火箭炮 火箭弹多 就是另外一种 弹要多 弹要多 所以不小心火箭发射了这样 如果赵昊兄刚刚讲的 他查的新闻讯息 还有包括联勤部队的话 不要忽略了联勤部队 联勤他除了有后勤装备资源 中国大陆以前解放军 有四大本部 其中一个就是总装备的参谋部 就是像我们的 以前联勤司令部 联勤总部一样 联勤也有很多的 这样的后勤装备 也包括除了经理补宝装备之外 还有包括导弹部队 导弹部队所需要的这些弹药火药 那刚刚看了那个 所谓的这个爆炸的巨响呢 阴爆不太可能 而且你刚刚看到画面 他马上就飘起了一阵 窜到天际的黑色的浓烟 那个我从这个画面 还有传统的军事 包括不管是演习或战争或作战 或爆炸意外的场面来看 应该是有某种东西爆炸 某种东西爆炸了 会不会不小心物射 有网友可能在那边 物射炸到什么建筑物之类的 炸到什么建筑物啦 或者是有人在讲什么 是不是武汉的P4实验室爆炸了 或者发生什么实验室的意外啦 或者是有些说什么 是不是这个火葬场 还是什么焚化炉 怎么样意外的这个燃烧 还是烧到什么东西 然后意外的这个点燃 然后爆炸 种种的意外都没办法排除 由这个可以看得出来 在中国大陆 他这个媒体相关的 到消息封锁之下 我相信解放军进入了 武警公安 当然没一定掌握了局面 否则你看到今天的这个 不管是自由时报 或苹果日报都有写 席家军的F4 席家军上阵 原来的这个湖北省的F4 他的这些几个负责疫情的主要官员 被换架来了 那几个刚刚包括郑浩有讲到的 这个周先旺武汉市长 还有这个湖北省长王晓东 还有包括湖北省委书记 跟这个武汉市委书记 马国强蒋超良 这四个人都是第一线 直接负责疫情的官员 这四个人被换掉 表示什么 习近平还掌握大权 那民众现在可能噤声 不敢讲话 因为媒体的消息也被封锁 但是看这个情况下来 他们现在一定是以维稳为优先 而这个爆炸的意外 也可以显示当局 这个显示出中国大陆 跟这个武汉他们是市委当局 可能在应变的时候 可能都没有办法 这个掌握到 原来他们是个可能 疫情巴掌的走向 以至于他们在防疫的过程当中 这种状况也帮很多的人心 但是这样子 分析下来 湖北武汉的民众作何感想 现在他们已经是在防疫当头 都已经求助无缘的情况下 希望中央能够支援 结果习近平派了火箭军进去 在搞炸弹吗 来 这个图书长 现在就说医护 刚刚我们看到 医护人员都要备妥移书 现在他们的医疗资源 缺乏到这种程度 怎么会这样子 不是有人捐助吗 怎么这些医疗物资跑去哪里 我做过疾病管制局局长 那我们专门在对抗这个病毒细菌 我们从来都没有发现 都要用火箭的 这个杀人才需要用武器 那要跟病毒细菌打战 当然都是要靠工卫医疗 以这种科技的方式嘛 所以我当然不知道 他为什么会派这火箭兵器 而且还要发生爆炸事件 那当然大家会猜测 甚至到PO实验室 是不是有什么不可告人的秘密 这个大家现在越来越多人讲了 所以这个部分 但是整个看起来 我姑且把它称为说从昨天开始叫做 他们的疫情2.0版好了 因为突然就升级了 这个算升级还是另类谎言 因为第一版的谎言 被第二版打败 因为一下子增加到一万多个 将近一万五了 对 还有死亡也增加很多 这当然从政治上来讲 也许是要出经存厚 把责任都推给以前的官员 但是从我们防疫的角度来讲说 奇怪这数据怎么很乱嘛 这等于打脸自己 第一打脸自己说 原来以前的疫情都是不大对的 都是隐匿的 当然也打脸世界卫生组织 说这个没有什么事情是对的 当然世界卫生组织 现在开始打脸中国了 他说我们看到只是冰山的一角 那对我们一直在关心这个疫情 打算了解大概还要发展到怎么样 什么时候才要结束的人 虽然很痛苦 因为不能不看他的数字 每次一看都说 这个应该是假的吧 对 数字又觉得很不可信 对 那一下子增加到一万五 我想说这个合理应该到一万到五千 不是 昨天已经又变到五千了 那五千也是比以前多啊 对 而且还有那种移速的 虽然有下降 那移速还是增加很多啊 那现在死亡率倒是比较会控制 都控制在二点几啊 那那个 刚刚讲 那个其实不是叫做死亡率 他们也误责了 因为你一个人得病以后 会死需要好几天以后 也许五六天七六十天 他把今天的移速来除以 来除今天的死亡 这个叫做而且还可以一直控制到二点一 那不是很厉害吗 这个理论上 治疗会慢慢改善嘛 因为现在慢慢知道有什么方法等等 你看其他国家都是 那应该这个会越来越来越小才队 怎么会都故意保持在二点一 你們這個也是蠻 所以我們這個 我們頭現在是非常分 所以我們也不大知道說 這個病例暴增 後面的真相是怎麼樣 那當然他有寫出一個理由說 這個叫做改成臨床診斷 也就是說用電腦斷成攝影 如果你看到有這個兩邊 他就當成素了 那以前把他庫存一大堆 那一次把他出清 還是怎麼樣 這個也不是非常非常清楚 當然表示以前的診斷 有兩個問題 一個就是說他的診斷 可能有假陰性 他檢查不出來 或是根本沒有檢查 不過數據說沒有檢查 那沒有檢查了 就隨他的高興 當成疑似或當成不似 或當成什麼都可以 所以這一次本來我開始樂觀了 因為我看到最近有數據 所以這樣沒辦法樂觀吧 要從2.0版開始 又重新討論了 疫情的部分 現在看起來其實是完全失控 只是說現在中國自己 有沒有在防疫 還是在加強控管呢 那看起來剛剛震撼的爆料 就是說習近平搞了火箭軍 進了湖北 到底是在搞什麼呢 所以弄出了一個大爆炸嗎 那現在我們也看到 其實這個繼武漢封城 實施的這個戰時管制之後 北京也發佈了戰時狀態 我們看到他就發了一個 戰時狀態令 就是說全體的黨員 都要統一聽從指揮 不得有意喔 所以現在其實中國的這個內部 網路上也在傳一篇文章 就說崇祯皇帝為什麼會亡國呢 當危機來臨的時候 所有人都等著他的指示 那習近平的指示到底是什麼 但是這篇文章馬上也就被下架了 因為就是在指涉習近平 是不是要倒台了呢 所以我們看到包括官場的清洗 把湖北省的書記等等跟省長 都換上了習家班的人馬 所以到底是在問責還是在護權呢 來 傑民哥怎麼看這樣一個最新發展 好 你其實這一次的動作裡面 我們要分兩個階段 第一件事叫李克強時代 那2月7號以前 就李文亮醫生過世之前 其實李克強是被習近平交付了 就是這次的武漢跟湖北的 一個控制情況嘛 但李文亮醫生死掉的時候 其實那時候人民的這個怒氣呢 其實已經撥上天了 當然這時候 習近平必須要做些事情 這是第一個 第二件事你知道武漢 現在已經被關了三個禮拜 這些人鎖在房子裡的苦悶的程度 有多麼驚人 絕對超過想像 所以這件事情是代表武漢人民 已經是受不了了嗎 那加上接下來 而且這爆炸是帶煙的 肯定這個是不是單純的爆炸 好 我們再來講一句事 其實現在的狀況有多嚴謹 軍運專家指出 武漢是中國最重要的十字路口交通 不論是從上海到烏魯木齊 或者從北京到廣州 武漢都是一個重中之重 所以當時習近平上任的時候 就在六個地方設了所謂的 聯勤保障基地 分別就是武漢 無錫 桂林 西林 瀋陽跟鄭州 這都是屬於最重要的地方 而武漢這個地方 他所供應的就是河南 湖北 湖南 周圍的所謂的軍事所需要的 醫療用品的需求 結果你看最近傳來的消息是什麼 這個消息看到了 就是像這樣的畫面 不斷地出現 就是軍機載著醫護人員 但是也有軍機載著醫療物資 我要說一件事情 這個地方是聯勤保障基地 意思是他本來就有所謂的 後勤人員 後勤兵 足夠應付緊急事件的醫療設備 不夠了 就是短短這三週之內全部耗盡 所以才調了一萬一千個軍事 從浙江南部拉大車 把醫療體系源源不斷地送到武漢 所以我們真的不知道 武漢到底發生什麼事情 而且你說真的 武漢隔離 比如說花岡 這個武漢市還有這個十眼 他們其實早就已經是封城了 封城完再做軍管 加上所有的醫療體系 產品幾乎已經崩潰了 再像你剛剛看到那些 醫療人在哭泣的表情 他們沒有醫療資源 前陣子還要背陀遺書 對 前陣子還做了一個畫面 自己自治所謂的醫療的 這些隔離庄 你就可以知道 現在狀況有多嚴重 你說你把這幾個人拔關 你說他為什麼紅十字 要去搶人家的資源 你說這些人 他真的以現在狀況 以他自己的生長能力 真的控制這樣的一個情況嗎 李克強都下去了 他們這個副的 這個李克強的副手都下去了 對 沒救 所以我們估計這個情況下 現在這個習近平要面對的問題 不只是李克強的問題 而是武漢市 湖北市到底有多困難 那特別是現在需要中央支援 結果中央在做什麼事情 現在換上去的這些 湖北武漢市的新任的官員 上任就要先喊話擁護習近平 所以到底是在支援湖北 還是在嚴加控管湖北 還是湖北現在的內部 可能是在大反彈的情況之下 但是我們看到 現在民間警民衝突是不斷的 包括有女子因為不配合管制 竟然遭到警察斷警慘死 來看VCR 跟他拍過 他去出事 我們在這個中央 就是這個iffs政治 不要緊 不要緊 一直車 馬上 一更 甚麼 這隻蠟圈 給他帶太多的 啊! 他怎麼正常駛蛋 超駛蛋 好 我們看到現在各地警民衝突不斷 剛剛我們也看到 其實那些警察開槍制止的原因 就在於封城的結果 有些人要進 有些人要出 那有些人是非禁不可 就跟警方發生的衝突 那另外我們看到那名女子 因為可能也是要 不知道什麼樣的情況之下 也是遭警察攔檢 但是因為不願配合 那最後她就躺在地上 一動也不動 郭東哥 現在中國民間 已經搞成這樣子了 但是我們看到高層還在搞權力 習近平還在搞自己的權力維護 剛剛那種畫面就有一點像 亂世末日現象 人民想要保護自己是不可能的 但是這一次武漢的大爆炸 時機點很可疑 很奇怪 當然現在我們不知道到底是什麼東西炸 是人為的還是意外的爆炸 都不知道 剛剛在分析說 是不是批貨實驗室也有可能啊 如果專家進來這個批貨 實驗室的話 你再怎麼瞞都瞞不了 這些專家 所以乾脆就把它炸掉了 你專家要來看意外發生 爆炸掉了 如果說是人為有人去那邊把它炸 可能性會比較低啦 因為你看那個亂世裡面 人民都沒有辦法出來馬路 有誰會跑去炸這個地方啊 對不對 你就是工廠也不可能被炸 都已經都封守了 封城了 人都不能走動 怎麼可能還有人跑出去 這不是造反的時候 有武力 有武器可以去攻擊的 但是發生在中國的任何情形 你不要意外 也不要驚奇 我們不能用我們正常人這種觀念 去想中國的事情 國共內戰的時候 多少城市被他們兼蔽清野 你看黃河的大橋都會炸掉 堤王都可以炸掉 讓水來淹成 都有啊 歷史都有 血跡斑斑的 你不要以為不可能啊 我們現在用我們這樣來想 那有可能在那邊就是有可能 他現在要把它滅積 把它整個都炸掉 你專家來看都看不到東西了 現在年輕華南那個海鮮市場 你根本也不必要去 那個地方都已經消毒光了 你再去的話說不定連華南那邊 就換我再把你炸一次 所以看不到東西了 但是我比較好奇的 你現在因為公民記者都一個一個被抓了 已經沒有辦法把真相都露出來 可是剛剛看爆炸的時候 天空有那種直升機在那裡飛 我就覺得很奇怪 真的是批貨實驗室嗎 會不會有一種可能性 因為實在的屍體太多了 沒有辦法 我這樣想 我們在懷疑挖大坑要埋這些屍體的時候 可是你大坑不能一直在武漢市區 還是市郊在挖 挖多了人民也受不了 怎麼一直在挖大坑啊 對不對 乾脆就在山裡面炸下去 直接炸掉 將來就是亂杖鋼一樣 因為現在他挖大坑都要潑那個塑膠布 桌布很自然 我們看到灰塑豬瘟的時候 他也要鋪這東西 他怕那個腐爛 濕水會流出來 又造成汙染嘛 他到山裡面去炸大坑 讓你整個都印到那邊斷杖鋼了 那有可能是有可能啦 因為你只有到山裡去炸 我不知道那些烏鴉成群的棲息地 時間是不是很湊橋 怎麼會有成群的多少的烏鴉 整個飛往武漢的市區 然後在馬路上 街頭上就停下來在密實 那真的很恐怖啊 那個只有過去的那種 那個科技篇神鬼篇才有這種事情的 怎麼現在武漢可以看到這種事 所以這個讓人家聯想到 當然現在你要問五萬市民 他們覺得不知道的 因為消息的封鎖 對 消息封鎖 他們根本你看不到 他根本電視也不會有 網路上也不會有 你說要怪這些湖北高官 他們說明是在執行這個任務的人 他當然不會承認這些事情 所以說在中國發生這種東西 我們只有怎麼樣去能夠祈求說 將來的世界衛生組織 你的專家真的能夠拿出一套公信力 讓全世界人民相信 不然這樣子搞法 我看武漢真是不保 到最後兼蔽清 也真的沒有辦法的話 習近平很下心要犧牲整個武漢 一千多萬的武漢市民的話 他這種爆炸經常要發生 因為已經中火了 爆炸再發生的話 就這個地方就給你滅掉了 就解決了 所以這個是不無可能的事情 其實郭忠祐會講一個可能性 因為現在湖北死亡的人數非常的多 因為我們也拿到影片 就是說因為有幼兒看到他們的社區大樓 因為有死亡的病例 在抬出去的過程當中 這小孩子就看到原來那個車子裡面 還裝了非常多的屍體 來看BCR 媽 裡面有好多屍體 媽媽 裡面有好多屍體 看到了 看到了 那個車裡面 車裡面 看到了 媽媽看到了 兩個有一個分鐘 好 我們看到 剛剛那個畫面就是方艙醫院出院的 他們在歌頌共產黨的領導 這些人能夠出院 都要感恩感謝共產黨 來 玉瑋姐 現在我們看到湖北省的情況 屍體這麼多 連小孩子都驚呼了 這小孩就像我們以前 小時候聽過的一個故事 就國王的新衣 有個小孩子指著說 那個國王根本沒有穿衣服 現在這個小朋友也是一樣 小朋友是最天真的 那你可以看到 小朋友跟他媽媽的對話 媽媽其實是一種恐懼加上無奈 知道了 知道了 媽媽知道了 小朋友只是一直在說 那個車上屍體好多 這個一般的小朋友 如果他在他自己生活的小區裡面 就可以看到這麼多的遺體 要被運送出去 你可想整個武漢 到底有多少的遺體 是必要 必須要被處理的 這也難怪他們最近 爭了一批這個運遺體的工人 對 台師人員 對 台師人員 一天給他們的薪水是非常高 但是就算賺到了這些錢 他們真的有命可以花嗎 這個是我們覺得看到的 是覺得非常匪夷所思的 但是我覺得更加讓人家覺得 會心裡面徹底發寒的 是後面我們看到 那個在醫院裡面 唱著共產黨黨歌的 那個真的才是頭皮發麻 你可以看到 不管說在方艙醫院裡面 有穿著隔離衣 我不曉得他們到底是醫護人員 還是請來的這個廣場舞的老師 然後他們穿著全身的隔離衣 戴著在方艙醫院裡面 我不曉得是不是病患的人 一起在跳那個廣場舞 你不覺得這個是一個非常荒謬的景象嗎 我們台灣我們在醫治 所謂的我想不只台灣 全世界在防疫的時候 都是醫護人員面對的是這些病患 希望說能夠趕快幫他解除 解除他身體上面的痛苦 讓他能夠過得舒服一點 讓他早日康復 可是中國不是 到目前為止已經死了這麼多人 他們還是精神勝利法 他們還是靠著跳廣場舞 然後靠著這個唱共產黨的黨歌 他們就覺得這樣子是會好的嗎 好那這到底呈現出來的是什麼 而且你可以看到像剛才大家所講的 習近平到目前為止 大權在握 前一陣子習近平 突然之間消失在螢光幕前 大家就在想說到底怎麼回事 他是把李克強推到螢幕前 我們大家還以為說好階段 是不是中國內部的政權 有什麼樣的一個鬥爭 可是經過這幾天你可以看到 習近平穩穩的掌握住他的政權 而且他要透過這個政權 進行一場的大清洗 要把這個武漢肺炎的 這整個的一個情況 用共產黨的方式把它壓制下來 所以才會有我們完全無法想像 以我們在台灣 我們台灣2300萬人 武漢大概1100萬人 我們沒有辦法想像半個台灣 我們用封鎖的方式 讓每一個人都在家裡面 你不能夠開窗 你不能夠對外 你不能夠上街 兩天一戶才能夠有一個人 上街買東西 我們無法想像說 竟然有一個政府可以告訴你說 現在是暫時 所以你的財產就我的財產 那我就要去託管你的財產 我要把你所有的財產 我管你是你的也好 都是國家的 我要怎麼處理就怎麼處理 好 再來關心滯留湖北的台灣人 急著回台 小明的爸爸就寫信給蔡總統求救 說快崩潰了 希望能夠回家 而在台家屬下午也到陸委會抗議 看比賽 要回家 要回家 我們要回家 我們要回家 他是我的兒子 媳婦 還有三個孫子 然後其中有一位小孫女 他還有那個癲血 為什麼政府不讓他們回家 告訴我為什麼 為什麼 他說我不是病人 我們沒有生病 我們都不是病毒 我們共同敵人為什麼變成 是在武漢的台灣人了呢 能怎麼辦 不能怎麼辦啊 只能每天 他們每天就在那邊傳來 我想你 他想他這樣子啊 要死給他看嘛 也不是啊 那只能就是把小朋友先安頓 幾乎天天都打電話給陸委會 詢問真實的實證表 回台的實證表 那現在一直都沒有得到回覆 已經過了八天了 這個時間 我認為已經拖得太久了 經過多方的溝通 中方始終於各種理由拖延 拒絕合作 包括再三堅持要以東方航空密集執行 近千人次的輸運任務 但是是證明 首次的包機的執行 在防疫作為上 仍需要改善 加強 若人依順這樣的一個模式 將使運輸滯留在武漢的民眾 承擔很大的風險 也會造成兩岸間不必要的誤會 我們對於中國方面的堅持 無法理解 更高度遺憾 我們看到這些滯留 湖北台灣人的家屬 下午是到陸委會去抗議成行 同時我們看到 這位小民的爸爸 他就寫信給蔡總統 他就說 總統你好 我是滯留湖北的單親媽媽 他原文就是用日文的的 所以我們就是來含照燈 他說年前帶著未成年 國小兒子回湖北探親 他已經在台灣20年了 老公去世 年老的公婆是靠他打工之稱 拜託總統不要拋棄你的孩子 讓他們能夠回家 這些小孩到底是怎麼樣去產生的 因為他們的身分 其實這兩天大家也都在討論 也就是說這位小民的爸爸 他是2006年生下小民 長期居留中國 那到2015年 那他回來台灣工作了 那2018年接回老婆小民 那他現在就是在排隊等待入籍 那還沒有等到卡在中國 但是我們的陸委會也說 現在我們的原則 台商回台的三原則就是 防疫第一 弱勢優先跟量力而為 我先請到瑞德哥 現在是防疫優先 還是救援這些滯留湖北的國人優先 事實上兩個都一樣重要 那麼因為第一次中國耍花招 最主要原因是因為他後來在244個人之外 另外塞了三個黑名單 然後其中竟然塞了一個有發燒症狀的 這一個等於說確診的台商 你為什麼他當然說他沒有 他說他有什麼三成的量溫度 我們現在誰知道 誰知道飛機是你的飛機 量的人是你的人 然後名單也是你在飛機起飛前一個小時 再用英文名字臨時給我國的相關的單位 所以一切都是 而且之前協調好的名單 包括陸委會海集會這邊給的名單 被抽換掉了 只剩下兩百多兩百多個人 只剩下五十個人 你兩邊沒有附信我問你 你給我們這邊要怎麼談 今天臺灣不是你中國中華人民共和國的意想 你不要太天真 你是這樣認為 但是站在我們的立場 我們是兩個不同的政府 兩個不同的國家 你搞清楚就是這個樣子 你今天是要協商不是你說了算 你沒有發現一開始的時候 綁架台商不願意讓我們撤僵 他如果第一時間讓我們派華航去不就好了嗎 把他們全部都接回了不就好了嗎 然後當時為了不要讓你是所謂國對國的方式 不是所謂的撤僑 所以綁架這些台商確診了不會太痠 怕臺灣的台商有人萬一死在武漢的話 不得了他們的統戰就完蛋了 因為人是被他綁住的嘛 所以現在趕快把湯頭商業全部給你 你知道979位 湖那個相關國台辦所說的979位 只有300個是武漢 其他的都是附近的各鄉 周邊的那個城市 那如果你要這樣說的話 哇天啊 那你要不要把現在封城的上海 要不要把現在封城的這個湖北 其他全部都送回來 那大概是幾十萬 放哪裡隔離啊 問題就在這個地方 所以事實上我之前就已經呼籲了 台商回臺灣能夠不要再去 盡量都不要再去了 如果再去的話 你們自己要做好心理準備 因為你可能回不來 因為可能沒有這個量能嘛 你要知道一件事 日本是我們的 日本的防疫跟救災 以前是我們的十倍以上 尤其是我長期跑消防的 那麼它是我們十倍以上 臺灣的921大地震 我們的救災單位 連一具生命探測器都沒有 你搞清楚啊 日本的救災跟公衛 是我們十倍以上 它今天還搞成這樣 你知道嗎 那你就知道多可怕 為什麼 臺灣有1100個負壓隔離病床 你覺得很多是吧 全日本 請全國之力也就1800床 對啊 他根本我講白了啦 他根本就不敢讓3700個 全部確診 那我怎麼辦 對 全部我根本就沒有辦法 這個一致嘛 那瑞和 那現在馬英九說啦 這是防疫啊 人權倒退 說不要這個讓這個民粹 碾壓人權 有嗎 有碾壓人權嗎 最沒有資格講話的就馬英九 你知道嗎 所謂人權 馬英九最重視人權 所以在臺灣根本就不是聯合國 承認的國家的情況之下 他的任內就通過了 聯合國兩公約 我為什麼說最沒資格說的人就是他 現在連國民黨都要說要槍決死刑犯 要幹什麼 你知道臺灣為什麼死刑犯 為什麼法官就不敢判死刑 現在最多殺四個人不判死刑 百判無期徒刑 都因為馬英九 因為你馬英九通過了聯合國兩公約 馬英九很強辯說 還是可以判死刑 幹什麼 可是因為你的聯合國兩公約 你在臺灣不是聯合國的會員權國家 你把它通過聯合國兩公約 成了國內法 結果呢 法官就因為這樣 不敢判死刑 這就是臺灣現狀的狀況啊 要說臺灣自安敗歡 那就是個怪你馬英九 今天這個事情 不要跟他說人權啦 不要跟他說人道啦 都跟他說一大堆 我跟你說當真坦白的啦 那這1900個人 全部帶回你馬英九家裡去隔離嗎 全部帶回你中國國民黨家裡去隔離嗎 講瘋狂的話很會啦 什麼人道講一大堆啦 今天還要講說 根據聯合國公約 我們把兒童法律幹什麼 就跟我剛剛說的兩公約一時是一樣的 如果在陳平時期我贊成讓他那些小朋友都回來 他現在是嗎 現在這種情況下 我講不客氣啦 連湖北那個台商現在困住那個地方 因為他們沒有辦法出去 要不然的話 如果你中共國台辦真的有心讓他們回來 很簡單 臺灣現在還有五個地方五個城市嘛 至少還有幾個幾個飛機可以坐嘛 很簡單嘛 你就把他們送到這個地方 有他們買飛機票回來就好了嘛 還是有班機可以回來 還是有可以回來啦 老共就是我講白了 我們到現在已經退讓到說 你讓我派六個檢疫員過去 你滑航不讓我過去 我可以派六個檢疫員過去 因為你連答應的隔離衣跟N95口罩 你都沒有讓第一批的帶 你只讓他帶個外科醫療手術 這些244個人都不知道旁邊是哪一個 確診的坐在他們旁邊啦 所以在如此的情況之下 當然反應會有優先啊 為什麼兩千三百五十塊看看日本 看看日本 日本的疫情直將大爆發 因為此起彼落到處都有 我跟你講 看看日本就是最好的證明 如果你不好好防疫 現在還在說我們不應該 我們應該讓他回來 應該讓什麼 我們現在居家檢疫爬爬罩 為什麼會有人爬爬罩 因為量已經到了一萬八千多人 如果繼續回來 我沒客氣說 臺灣人 臺灣人大部分優先的 那兩百四十七個人裡面 雖然有些陸配啊 但是他們還要集中隔離十四天 然後呢 陸委會說的那個 這些年 這些小朋友他們回來 竟然居家檢疫十四天啊 是啊 這是完全錯誤的一個說法 讓大家無法接受了 我繼續請教傑明哥 現在這些滯留湖北的 這些不管是台商或臺灣人 到底要如何處理 那再來就說馬英九的談話 在照他的談話當中 他好像完全不管防疫 他只管人權啊 馬英九討論他 這是一件很悲慘的事情 我其實很不確定討論這樣的人 但是他竟然講 我們就好好來說這件事情 他說不要因為兒童父母國籍不同 歧視兒童 全力受到這個歧視 我要問一件事情 請問一下 現在在臺灣的這些父母親 是不能回到中國去照顧小孩嗎 有些有些小朋友 像你剛才這個小明出現 那位爸爸 他人是北京 我們現在對北京的飛機 也還沒有停 對上海四個直航還沒有停 還是有嘛 對不對 你隨時 隨時拜託 你真的擔心你家的小孩 拜託你回去嘛 你的小孩是我們的小孩 是你自己小孩 你現在自己不回去照顧 然後你要他們回來 請問一下 到底誰在歧視啊 是他爸媽不願回去 第二件事情 不能違背兒童跟父母親 這個距離在一起的意思是說 你不能搶你把 擠在機場裡面搶你玻璃分開 但問題一件事情是 全世界現在都不准中國急入境 這是全世界 臺灣只是 我請問一下 馬英俊有沒有去罵 罵一下菲律賓 菲律賓為什麼不讓我們的人過去 臺灣還受牽連 對 就是因為我們現在還有航班持飛 這個中國嘛 所以這兩個關係很好 菲律賓已經全部斷絕了 那你應該去罵菲律賓啊 哎呦 那菲律賓很沒有人道啊 我們現在至少還有飛機 可以去這個中國 把一些這個台商要回來的 還讓你回來只要時間升起 隔離十四天 那你要去那你自己去嘛 所以馬英俊第二條 你去問一下菲律賓好不好 問一下這個越南可不可以 第三件事情為團聚祈求 人道應該迅速處理 好 他既然講人道 那我要問馬英九 現在全世界在這種緊急災難 發生的時候 他是標準五步驟 第一個步驟是不是 先求資源分配確定 你知道現在我們隔離人數 上萬人喔 我們現在多少里長正在努力 在找隔離的人啊 今天不是有 昨天不是有臺北市五個議員嗎 站出來指責臺北市政府 連這個衛教都沒做好 因為我們知道如果你家裡有人 是屬於居家隔離的 衛教要過去跟你的家人 做良好的溝通 連臺北市市長柯文哲是醫生 這件事都沒做好 還要議員指責 你怎麼沒有做這件事情呢 好 那我們先不談 我們有一萬多人 現在在居家隔離 當然這人數有增加有減少 那我問簡單 現在只光一件事情 我們現在入境的時候 都要填表格 我們是用填的 填完之後 我們要打成電子檔 這電子檔再送到各個地方 去監管 請問一下資源分配要怎麼處理 哪些先哪些後 馬英九 他們完全不管 只顧人權就是了 他誰啊 第二件事叫資源創生 就是說我們除了要資源分配 之外我們要想辦法 讓資源不斷的產生 台灣是一個獨立的島嶼 我們資源就這麼有限 我們要自己生產 我們現在連口罩的數量 都在努力生產當中 很希望能夠到一千 隔離一 請問一下資源創生 馬英九是做總統的 他會不知道台灣資源創生能耐嗎 我樹長在這邊 我看樹長都比馬英九聰明了 好了第三個叫做團結 團結制約 什麼叫團結制約 就是第三件事 當災難發生的時候 你要鞏固大家共同意志 對待這個問題發生 叫團結制約 那制約就是我們要按照法令 讓這個事情能夠平安度過 團結是我們共同用衛教的方式 知道這個事情該怎麼處理 我想請問一下 那馬英九不知道 現在我們最重要的是 為什麼媒體一再播放 團結制約 因為有人隔離之後跑掉 還有一個傢伙跑去游泳 我真的很難想像 怎麼這是台灣人啊 我不可思議 第四個才是人道服務 最後才是人道援助 這解決所謂的重大變故的五個SOP 馬英九擔任過市長 馬英九經過SARS的洗禮 當時這個和平議員死了多少人 馬英九當市長 你不知道這五步驟 他竟然把第五個步驟 所謂人道援助 把他邀到前面 拉到最前面了 那你當然人民會覺得 馬英九你講什麼 是怎麼樣 你要唯恐天下不亂嗎 來來來 鄭浩 現在就說了 現在這些人當然是急著回來 可以看得出他們說快崩潰了 特別是湖北的狀況 我們剛剛前一段討論 非常的淒慘 但問題是你急著回來 台灣這邊能夠接受嗎 特別是現在都已經封城了嗎 那他們希望回來 還是說他們自己 現在有辦法 比如說去上海 或去北京搭飛機回來 我覺得我這樣講 有些邏輯要 大前提要先講清楚 台灣的國籍法 是怎麼規定一個小朋友 一出生是不是台灣人 或中華民國人 中華民國人 中華民國國籍 兩個要素 第一個你出生的時候 爸爸或媽媽 其中一個人是台灣人就可以 第二個要素是 你出生的時候 爸媽死亡了 但死亡的時候 爸媽其中一個人 是台灣人也可以 所以換句話說 我們看這例子 2006年生下小明 爸爸是台灣人 可是他願長期居留中國 換句話說 2006年當你那個父親 生下小明的那一刻 你是有權力決定 小明是台灣人 還是大陸人 你完全可以決定 可是你當時不決定 你當時覺得 我當中國人比較好 我當大陸人比較好 他應該是選擇中國吧 對不對 他如果那時候選擇 中華民國級的話 現在就可以入境 小明就可以入境了 所以換句話說 2006年的時候 小明的爸爸面臨一個抉擇 小明未來十八歲 二十年三十年五十年的人生 他要當台灣人 還是當大陸人 就那麼簡單 你選擇當大陸人 或許在當下 有很多你認為可以的好處 比如說我既不用服兵役 我又可以享用台灣的健保 因為小明可以在台灣有居留症 我可以有健保 比如說我在中國大陸 我可以有戶籍 我可以是上海市民 我可以是北京市民 未來我在考北京大學的時候 我的分數可以保障 因為北京大學 他們大陸招生 有一半是當地 另外是各省招生 我可以比較容易 進入到第一流的大學 這不少好處 這都是好處 這都是好處 比如說未來 我判斷早晚可能會統一 我早點拿到 中華人民共和國的身份證 也不要被統一後再拿 這些東西 我不做價值判斷 沒關係 你小明爸爸當時幫小明做判斷 你現在要不要承擔嗎 就那麼簡單 一個基本的概念 權力跟義務 絕對是相等的 你想要用多少權力 你就得先進多少義務 但他好像是義務都不管 不管 小明長大後 要不要繳稅給台灣 不用啊 小明長大後 要不要扶兵役在台灣 不用啊 小明在台灣 需不需要有台灣現行法規 有沒有受到 管到小明 也都沒有啊 那為什麼在這個時候 小明忽然那麼愛起台灣來了 原因很簡單嘛 因為他發現 兩二零二零年的大陸 跟二零零六年大陸 是兩個大陸嘛 他們到二零二零年大陸 疫情爆發的時候 才發現原來 我們嘴巴上講的專制 原來我們講那些不人道 原來我們講那些沒有人權 真的會在大陸發生嘛 所以他們現在忽然想念起台灣了 他這時候怪誰 對的確 所以很多現在國民黨的人說 要顧人權 要護人權 OK 你要護人權 我沒有問題 可是請你不要抓小放大 什麼叫做大的沒人權 叫做習近平現在對方艙醫院 那些人叫做沒人權 叫做習近平派武警去鎮壓武漢 叫做沒有人權 什麼叫沒有人權 是武漢每個市民 現在都在排隊 都在發生 這個馬英九都沒有看到 都沒有人提 他只看到說台灣沒人權 不要抓小放大 人權是普世標準 放在世界都是一樣標準 現在最大最沒有人權的 那個國家叫做中國 讓中國人民最沒有人權的領導人 叫做習近平 這些東西都不談 荒謬 來 競平 這馬英九又出來講話 會不會又讓藍營雪上加霜呢 沒事又去把這個 一些這個民眾的一些 踏伐又懶在身上 不見得 因為台灣像以人道以愛心自居 那我不覺得馬英九 這樣的一個談話 會讓藍營什麼樣的雪上加霜 或怎麼樣 他發表他對這件事情 自己內心沉痛的看法跟意見 還有包括這樣一個客觀的人道立場的考量 現在在防疫當口 台灣的這個醫療水準 是普遍的全世界No.1 之前也有這樣一個媒體 公佈這個國際的醫療的這個網站的數據 那我們醫療條件也相對的很好 這個相對於中國大陸 我們就在緊鄰隔壁而已 甚至還有其他的國家 我們因為面臨這樣一個武漢肺炎這樣的疫情 我們的這個確診病例也沒有超過20個 所以也相對其他亞洲地區 包括中國在內還有其他的國家 我們的確是防疫 在這個部分上政府做到的這個滴水不漏 也確實這個令人這個撐到 對你講得很好 阿馬英九說台灣人權倒退 但是我們在我們在專業跟防疫的考量之外 我是認為我呼籲說不要太多的這個政治考量跟口水 那你說現在因為小明的故事 大家就開始去苛責陳時中就否定了陳明通 然後大家就去罵陳明通罵陸委會 陸委會全盤錯了嗎 也不該也不該去否定他的一切 也不該全盤抹殺陸委會的這樣一個過程 姑且不論這兩天大家激起這個 開始熱議的說有關於這個小明的故事 他的國籍如何當初怎麼樣就讓陳時中選擇 你當初的選擇現在就要這個承擔 他講的我認為他也沒講錯 他的確也幫台灣人出了一口氣 但是在這個防疫的這個過程當中 為什麼馬英九會提到的兒童權利的這個公約執行法 論這個不管是救災防災或像天災 或是像這種疫情的這個蔓延之外 多少有一點人性的考量 我們就像蔡英文總統之前喊過了 我們如果行有餘力之外 不只是口罩 或者是有關於這樣的一個醫療的防疫啊 我們能夠行有餘力能夠救助其他 包括中國大陸能夠去幫忙 我們當然這會願意去做 這也就是蔡英文總統他原來的這個考量 他的考量是什麼 他的考量是一種善意 是一種人道的出發 是一種人性的關懷 所以我才會呼籲說 在這種天災疫情蔓延的時候 防疫不用考慮嗎 防疫他當然是專業的 當然要救國人沒錯 但是如果是在能夠專業管控 在防疫的特殊情況下 包括我們現在做的很嚴謹的自主隔離 和我們的這個管制 你要相信陳時中啊 你要相信陳時中 還有包括他下面的一些醫療團員 這個團隊跟專家 但是陳時中是不要揭曉 我說他的團隊的能力 我不是說不要相信陳時中的人格 你現在你們現在是否定他的人格 但是我是相信說 陳時中要他要當職業化的時候呢 他下面的醫療團隊有他的水準 所以既然他可以做到這個的話 你為什麼不讓這個陳明通跟陳時中 包括這個他身為中央疫情的疾病指揮管制中心也好 或是跟陸委會他有各方面的這個更人性化的顧慮呢 所以我認為說馬英九今天講說不要讓這個民粹去碾壓人權 然後不要讓這個歧視去凌駕人道 他只是做一種內心的一種呼籲 而我認為說打中一種人性的出發點 我回到我剛開始那一句話 台灣最值得人家稱道的就是一個人道跟愛心 而不要忘記人道是檢驗一個文明社會 最重要的一個觀察指標 在這個過程當中我們多一點人性 少一點政治性 那署長呢 他說多一點人性要人權 但是會不會有可能成為防疫的破口呢 當然真正的人道人權是有相對的 尤其在疫情發生的時候 馬英九坦白講 如果他是一般老百姓沒有關係 他做過市長做過總統 他會不知道這個重要性嗎 他在講人權的人道的時候 坦白講相對是忽視台灣人民 以及台灣很多小孩族的人權人道 他不可以用這樣 他的人道很重要為什麼 暴露說大家會覺得說馬英九 一向都是愛中國共產黨比愛台灣多 愛中國人比愛台灣人多 這個跟習近平 大家就會開始 他真的會 你說跟國民黨沒有關係 我看是有啦 所以這個國民黨又會被他帶衰 因為什麼 因為他講這個話 等於是跟我們前民的意志不一樣 然後他罵人家說這個叫民粹 怎麼叫這個把人家叫民粹 因為我們現在是在防疫的時候 我們要先把握自己 然後我們把自己的量能做好 他這樣子是對所有的醫護人員 他講的是國民查報那個陸委會 跟府院的電話去抗議 但是他 不要受到這種風氣影響 錯了 他講的就對嗎 他講的就是錯嘛 這個他在恐慌在政治瘟疫慢連死 這本詩寫得非常好 這高治平教授寫的 這證明整本都在講馬英九那時候 荒謬的很多做法 他就不懂又裝懂 所以他現在是這樣 他講這個人道 坦白講我要替醫護人員講一下話 這是對醫護人員不人道 所以他不可以這樣子 增加醫護人員的負擔 當然啦 跟風險 你做過市長做過 他應該知道醫護人員的量能是在哪裡 那你不會判斷 也不能拿出來這樣隨便罵人家 什麼人權倒退 連壓 什麼叫做連壓 你才算連壓人權 你在連壓之外的人權人道 醫護人員的人權人道 所以這個不應該 別人就算了 馬英九是沒有出過講話的 來來 國頓哥來 馬英九當市長的時候 SARS在他處理之下 死了七十幾個人 觀眾 死七十幾個人 什麼叫偽善跟矯情 今天馬英九講這種話 就叫做偽善跟矯情 剛剛書長講得好啊 你做過總統八年總統 你做過市長八年市長 你到今天沒有提出正面的 來協助台灣 怎麼樣把你的經驗跟智慧 講當年是怎麼樣 怎麼樣處理 提出意見出來 讓大家全民來參考 你自己戴頭戴口罩 到廟宇去發紅包 一個卸任快五年的人 你在那裡刷存在感 也在那裡搶著大家發紅包 然後一直在批判禁止這個口罩出口 你現在自己還戴著口罩 然後在罵不能民粹啊 不能歧視啊 讓人覺得真是有夠偽善 你今天如果提出正面的 大家可以正面來坐下來討論 所以我也不想再談馬英九的事情 因為他本身就是這樣的一個政客 你怎麼去講他都沒有意義 你有十六年的政治經驗 你有處理SARS死了七十幾個人的經驗 你跟那個醫生還在打官司 那個好像是澎湖醫生 還是一個死掉的醫生啊 你當臺北市長還不承認錯 官司輸了 人家家人家父親只要你賠一塊錢 承認你的疏忽 你都不承認 今天你還有臉出來講這種話 所以一點都不意外 你今天還在戴口罩 口罩如果都沒有 你憑什麼戴口罩 你是有特權嗎 現在已經很多人都不願戴口罩 知道口罩不夠嘛 但是他還在戴口罩 一樣的我寄給大家看 到今天的社論 這種親中美還在寫 臺灣防疫措施的傲慢與偏見 就為了小明不能回來 從來沒有一格子來罵 中國的這種掩飾真相 中國習近平這樣子 這個四人民如草劍 從來沒有 他對臺灣大聲嗆不惜疑慮 如果今天不是這些防疫人 堅持跟努力 你可以戴著口罩在這裡寫色論嗎 請問這個主筆 什麼叫傲慢與偏見 所以我有時候看到這些東西 讓人家覺得現在正在應該是朝野全體上下全民一心 來面對這個防疫 因為後面一關一筆 一關更困難了 鑽石公主號的臺灣頭包要回來 然後這個春節掃墓怎麼開放給我們的臺商 一波一波回來 這些問題都非常的嚴重 非常的多 但是這些在野的 你沒有提出一個意見 大家坐下來 我也建議防疫指頭東西也不妨說 既然前任的衛生署長各種不管藍綠的衛生署長都站出來 要求說WTHO讓臺灣加入 這次應該可以坐下來大家藍綠朝野坐下來 有沒有共同好的意見來提供給我們的防疫指揮中心 共同來防疫嘛 不是你一句話我一句話在那裡吵得亂七八糟的 所以我說不要再這樣偽善啊 我們講難聽一點 如果病情像當時SARS這樣蔓延下來的時候 你們要負什麼責任啊 對的確其實現在臺灣的防疫到目前為止 大家都覺得做得還不錯 但也不代表就萬無一失啊 因為我們現在看到包括這個鑽石公主號上面的 確診的病例呢 臺灣已經有兩人是確診了 所以現在在船上大約是20個人 那這位巴巡的臺灣旅客是已經確診下船了 那我們看到其實在日本的部分呢 也似乎這個在防疫的部分是有慢慢拍的現象 那現在呢當然日本的官員就說了 八十歲以上的長者 或說慢性病等等 他們是可以優先下船 今日實施 但是船上還有非常多的人 有各國的旅客 現在都在等著日本做最後的決定 到底你要怎麼處理呢 那包括日本的死亡的首例呢 第一位這個神奈川的八十多歲的女性 她還是被這個開計程車的女婿給感染啊 所以日本也有可能產生這個社區感染啊 那特別是現在很多的臺灣國人是到日本旅遊啊 那日本旅遊在回來之後 是不是有可能成為防疫的破口呢 來玉瑋姐我們就說 現在的確啦 防疫的這個漏洞我們要努力補啊 那有可能會出現漏洞啊 包括日本有可能啊 那現在馬英九又說 這些人都要趕快把他救回來啊 那是不是有可能成為這個破口一個一個可能會出現呢 老實講我們對於日本這一次的整個防疫的措施啊 到目前為止犯了很多的錯誤 我們也覺得相當的意外 特別是在鑽石公主號 那他其實我們過去就知道 他跟保平心他的邏輯是一樣的 先就有旅遊史有接觸史 然後同時身體不舒服的 這些人來先做檢疫 那但是檢疫的結果他們很不幸在第一批 就檢出有這個武漢肺炎的確診的病患 所以所有人在船上隔離 但日本政府少做了一步 上船去做整船的一個消毒 因為在保平心號的時候 我們在台灣 我們有做整船的一個消毒 然後我們所有的檢疫人員上船的時候 也都是有做好了保護 但是在日本呢 他們卻是親信了WHO的建議 所以呢並沒有去做出更進一步的一個消毒 跟進一步的防範 所以沒有檢疫官都中標 是 所以呢讓這個疫情可以說有了缺口 那另外現在日本的首例發生 這也是讓人家覺得很害怕的 這一位80多歲的老奶奶 她並沒有任何的旅遊史 以及接觸史的部分 只有她的女婿疑似可能是接到了 從羽田機場往返東京的中國客人 只有這樣 那但是到底是如何呢 目前日本也沒有告訴我們 最新今天下午又有一個消息 是日本在沖繩也是好像也有另外一個 建車司機 也似乎是在2月1號的時候 載到了鑽石公主號 因為當時也有下船 然後到這個沖繩去旅遊 是不是因此而感染 這個消息是不是確實 如果是這樣的話 那在日本已經有無接觸史 她就已經有確診的案例 那未來日本是不是會發生更大規模的一個社區感染 那日本因為他們在防疫 他們到目前為止還是只有進武漢跟湖北 少數幾個地方的中國人入境日本 那其他的這個中國呢 包括港澳 那包括其他地方是沒有禁止的 那未來在日本是不是疫情會擴大 我們也不敢想 希望日本都很平安 但回過頭來是 台灣人有很多人 我們是把日本當成是第一旅遊的首選 像我本來在禮拜天也要去日本 那因為看到目前那個狀況 因為日本是決定說 只要飛機上面 只要有一個人發燒 就整架飛機全部都不能夠下來 那我覺得那個風險實在太高了 所以現在是不是大家選擇 你如果要去日本的話 是不是要多考慮一回 那剛剛 而且一方面台灣人對日本是很信任的 非常信任 我們過去都覺得 對有可能就失去戒心 對就會輕忽了 所以你看到日本呢 就再怎麼樣的模範生 他可能也有考不好的時候 所以我們當然希望日本人好好的趕快 平安的度過這次武漢肺炎的這個疫情 現在防疫當頭了 特別是台灣國人有相當多的人到日本旅遊 所以現在日本是不是有可能成為一個防疫的破口 回來台灣 大家要特別注意 那現在當然也剛剛也 這個傑民哥有提到了 因為呢 台北市有六名的這個 這個趴趴走的 這個沒有聽從這個檢疫的 所以現在台北市府當然是對這六名 這個沒有這個居家檢疫的民眾是開罰了 那台北市是累積開罰十二個人 但是呢我們看到罰則其實會讓人覺得這個有強制力嗎 這會讓他害怕嗎 我們看到有一個人是違反居家檢疫罰一萬塊 那再來呢 有一個人違反居家隔離罰六萬塊 這到底有沒有強制力啊 所以前兩天大家也在說 那這些人趴趴走怎麼辦 要隔離到龜山島嗎 那當然另一方面我們看到 北韓 當然這個國家是很可怕的 那北韓怎麼應付這些 怎麼對付這些趴趴走 沒有聽從這些要隔離禁令的呢 因為今天的這個消息這個傳出嘛 由北韓的貿易官員到中國之後 那回到北韓呢 因為沒有遵守隔離命令 跑去大眾澡堂得知之後 立刻遭到逮捕槍決 碰掉了 那再來還有一個北韓國家安全局官員 想隱瞞到過中國的事實 他遭到下放到農場勞動改造 當然台灣是不太可能 圖書長 不可能這樣 只是說至少人家言行駿法 但是我們是不是罰則也要加強一下 對 我們這個對這個北韓的作法 我們當然不能苟同 因為我們這次防疫 大家看得最清楚就是說 你究竟是把人當人 還是把人當動物 在台灣我們是把台灣人當寶貝 沒有錯 當然要保護好 那中國的作法 沒有 作法這個是隱瞞進化 但是一萬六萬 對台灣人來講 恐怕 表示說是一種道德牽收 程度而已 會不會太輕 太輕了一點 因為什麼 因為我們並不是要 花他們的錢 我們是要讓大家知道 這件事情是很重要的 那這個重要的話 殺雞警的意思 讓大家知道說 這個防疫 我常常講說 我們防疫要成功兩個 一個快速專業做防疫 這一個是政府的作文 已經坦白講大家 不敢講一百分百 九十八分 大家拍手 再來下一個其實是全民動員 保健康 那全民動員 就是要好好配合 不然如果要破口 一到破口就麻煩了 蘇長 可不可以仿造那個豬瘟 罰二十萬 我看喔 豬瘟 豬肉罰那麼重 豬瘟 人吃了豬瘟的時候 是沒有問題 它是因為這種經濟作物 它會傳染給豬 傳染給豬 傳染給豬就造成經濟損失 就罰二十萬了 現在傳染給人 更嚴重不是嗎 但是更嚴重啊 人怎麼能夠跟豬的 豬的這個問題來通比呢 所以二十萬恐怕都還有一點太便利了 其實他有在那邊 但我認為像我們桃園市 曾經在二月五號六號 發生過這個全國第一個 那鄭文燦當時就下令罰十五萬 所以我說法令的釋權 跟他的這個標準 應該有統一的標準 否則你看臺北市政府 他對於這個違反居家隔離 只罰六萬 那這種其他十一個罰一萬 桃園市罰十五萬 所以我覺得是執行單位 那如果你這樣子 桃園罰十五萬 那桃園被罰到那個市民 他肥皂他可能會不爽 桃園市政府怎麼罰我那麼重啊 所以我認為說應該一致就從中 十五萬就來看 你看他這邊高雄也說 他開始要依法裁罰十五萬 如果再被藏貨的話 是不是像標準一致 這個不能各地方政府便宜行事 我們有法律 我們有傳染病防治法 只是傳染病防治法 並沒有規定說你是要確診 跑到公共場所去 我嚴重處罰你 你這樣只是隔離沒有確診 你怎麼處罰他 我只是隔離我不聽從 所以我用便宜形勢罰你一萬 罰你幾萬 好像各地方政府自己決定 我認為說你乾脆 指揮中心就狠狠的下個命令 你要怎麼樣的狀況 要怎麼樣處理 居然我們臺灣還有人跑去游泳去 對 那個游泳池怎麼辦 多少人在那游泳 老闆後來說就封閉了 對啊 就槍槍了 就像那個到金巴黎舞廳跳舞 那個後來不是划15萬嗎 我覺得15萬也太輕了一點吧 你既然有錢到舞廳去享受 重重划他一筆錢吧 還是說分隔一下 隔離的話是10萬 因為有些應該在居家 不能亂跑的這個台商的夫妻 竟然跑到金門還想要過去 所以他罰罪重 那現在大家會 各縣市政府的裁量 是根據不同的這個 他的案情 然後有不同的這個嘛 其實很簡單 現在防疫視同作戰 作戰沒有七折八扣了 一律罰罪重 就很簡單了嘛 一律如果你是居家檢疫的 逃出去就是15萬 居家隔離逃出去就是30萬 就沒有那種討價還價的 我告訴你 大家講了一個很好的例子 非洲豬瘟嘛 非洲豬瘟就是罰罪重嘛 所以25萬 50萬 100萬 而且到後來 你沒有繳清了不准進臺灣 所以呢 後來是不是就沒人帶了 你對非洲豬瘟的豬肉 你都防那麼嚴了 所以對這個 這不是在開玩笑耶 包括居家隔離跟居家檢疫 他們都有可能 有病毒耶 你這個時候拿這個 在開玩笑嗎 所以罰罪重 為什麼罰罪重 我告訴你 居家檢疫罰15萬 居家隔離罰30萬 都是罪重 沒有幾個人就怕出去了 我跟你講 臺灣人就是怕罰 你把罰罪重下去了以後 現在是在作戰 是在非常時期 所以現在不要跟我說 什麼人權 現在先把臺灣的安全捍衛住 把全民的安全捍衛住 2350萬個臺灣的這個相關的安全 弄住 這是最重要的重重之重了 是最重要的 是最重要的 是最重要的